大家好,我是一年恢復旅遊,不是夢 那...總結編,就是7月份 還有這個...講日劇,日劇片 加這個日劇 不好意思啊,因為呢 有一段時間就... 沒有講日劇就很想直傳這一段片 所以講日劇 因為... 有些日劇部分呢 有些敏感的話題 又不可以專門做一篇 不是我又被人禁止 所以我就... 想來一部...一集 即是來一部影片 講最近的一些日劇 因為一段時間沒有放出來 因為我也要過濾一下日劇的內容 還有... 其實現在都差不多做到第7集了 那我們... 都... 講一講他們... 哪些很值得都算是有看的 一些介紹給大家 那... 首先我感謝大家先 因為我這一個頻道 真的是一個低成本製作來的 那我都... 不聰明IT 不聰明 不聰明 全部... 電腦東西不算聰明 但是真的會慢慢做 去摸回來的 那我嘗試... 聽人家說真的可以做到我 都想去嘗試做到 那我看見人數呢... 就... 不斷上升中 那我... 很感謝大家支持啦 那我一直都是... 呃... 關於一個旅遊啊 呃... 呃... 之前是... 打遊戲啦 那我... 最近... 沒有什麼遊戲好打啦 而且都... 這一... 就是... 向這方面的呢... 大家都不太吸引大家 那... 反而... 日劇的話呢 大家就... 都吸引一些 大家會去看啊 還有... 關於日本的事情 那... 日本的旅遊呢 就說... 都是放米子 鳥取片啦 那... 如果其實大家喜歡日本的地方呢 啊... 就是... 柯南的話呢 就必去鳥取啦 那... 其實我去得太短啦 我有機會我都會... 再去長一點時間 還有再深入... 好嗎 那... 好啦... 說回日劇 不好意思 那... 那... 呃... 暫時... 現在都還是... 那個... 收視啊 他說這裡說下跌啦 但是我就... 呃... 都覺得蠻好看的 那... 因為呢 其實是因為一群人一起去打造 呃... 這個... 米芝蓮... 即是三星這個... 呃... 餐廳故事啦 但原來其實... 他們這樣很... 即是一群人很... 自己三星三星的 但原來三星都可以摘下來的 那我最近看了一... 有一段新聞 是在日本的餐廳... 的... 壽司店 那... 他是這樣的 他的那個... 店主呢... 就很... 真的很堅持自己的原則啦 那他曾經呢... 就... 即是招呼招待那些大人物 即是... 像... 奧巴馬 或者是... 日本的... 嗯... 總理... 即是... 即是... 高級一點的一些... 總統級的人 那... 之後他就強調說... 呃... 預約的呢... 這間餐廳呢... 我就不會寬待的了 那我就是寬待一些... 都不知道他寬待一些什麼人 其實是寬待一些特別人物 可能... 真是很... 有power的人也不奇怪啦 我不知道啦 那他因為... 他那個餐... 呃... 那個叫做... 壽司店啦 壽司店 壽司店 那... 好像在巴採 那... 即是前面的壽司 壽司師傅幫你做壽司啦 那他們就在巴採裡吃這樣 那... 就... 呃... 一個... 因為他們有的餐呢... 是... 最便宜都是要二千多港幣去訂的 那可能要預約啦 那... 即是可能... 那伯伯店主呢 很堅持自己的原則就是要招待一些很特別的人 就不是要... 即是... 怎麼說呢... 又好像... 即是很矛盾啦 有些... 好像有些普通... 呃... 的... 呃... 普通人啦 所謂... 普通的平民百姓啦 就不可以吃他的東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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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很多人... 以弄的是這件事 就是... 好像... 只是招呼一些... 呃... 貴賓 就不招呼我們這樣 那... 那... 沒理由的嘛 這個世界... 即是... 很多人都覺得應該公平的嘛 對不對 那... 最後呢... 就令到這間餐廳呢... 就本身三星的... 因為他... 對... 因為三星... 很厲害啊... 那... 始終有一個來頭很厲害啊... 很厲害啊... 那... 不知道是不是人會癢一些... 那... 那... 我不知道啦... 那... 然後就令到好像這件事會摘著星... 即是落下來的... 沒有三顆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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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有這個故事啦... 那...所以呢... 其實... 三星的餐廳也有機會會摘星的... 那... 就是... 會... 跌下來的... 那... 所以... 呃... 有時候... 即是怎樣呢... 很努力地去到某個地段... 去到很高啦... 或者... 你覺得可能... 很厲害啊... 那... 但是呢... 到頭來可能... 你的樣子可能癢了... 或者是一個... 呃... 不可以去... 那個叫做... 呃... 那個叫... 很... 嗯... 即是... 大家不記得怎麼說那個... 那個... 那個心... 心態... 要是很... 嗯... 都是... 不可以抱到那麼高啦... 即是... 所謂的... 很囂張... 那個心態... 一定... 不可以有這些... 那... 這樣的心態啦... 即是... 都要保持... 保持是... 一個叫做... 很... 呃... 低調啊... 或者是... 嗯... 都是... 一直來我都是學習心態啊... 那... 我想... 會對... 那間餐廳會好一點啦... 那...其實這個都是他們的經歷來的... 即是... 這間餐廳可能... 都不是的... 即是... 有獎及有佛... 這件事啦... 這個世界... 嗯... 都可能是的... 那... 那... 即是... 給大家參加一下啦... 那... 是... 做到最好... 但去到好的時候... 都要... 其實... 要很有... 那個... 那個... 那個心態... 真的很重要... 不可以... 即是... 要蓋過了所有東西... 那個... 謙卑... 終於說得出了... 哈哈... 謙卑... 即是... 那個謙卑...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好吧... 現在... 講這個... 嗯... 東京大酒店... 其實中文是... 《東京大酒店》... 這部日劇... 那... 木村做主打啦... 做... 南國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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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之前... 就被... 華麗一族跟... 木村拍過啦... 所以... 兩個都好... 有默契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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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 第七集... 就是說... 澤川一樹... 就... 很明顯地... 和... 這個... 寧木... 寧木經香... sorry... 他表白喔... 原來他真的喜歡他... 真的看得出啦... 之前都好像見他... 好像很妒忌啊... 因為他們兩個朋友一定是要... 即... 聊些事情出來... 拆些火花出來... 那... 其實這一套呢... 那... 都是因為這些火花才可能... 吸引大家去看... 還有... 怎樣... 去打造一個... 嗯... 即... 餐廳呢... 那... 其實... 一間餐廳... 即... 不只是一個人... 去做... 或者... 才可以成功... 真的要靠一群人喔... 那... 那... 呃... 另外也很... 即... 覺得裡面很多的... 演員啦... 都做得很好啦... 還有... 及穿光博... 這個其實是... 搞笑的... 他... 但這一套呢... 他不是做搞笑的... 角色的... 今次... 那... 呃... 還有... 看到他很真實... 真的很真實... 那個人... 即是... 很... 怎麼說呢... 大家去看看啦... 因為... 最近那一集... 就說回他的... 法國太太... 不知道是不是法國... 總之外籍的太太... 就來找回他... 那... 他一直是... 要照顧小朋友的... 那... 他又想... 即... 加入了他們這裡的... 餐廳... 幫忙之外... 他也不想說... 跟他自己的女兒... 那個關係不好啦... 即... 所以... 那... 他就... 即是... 要安排工作... 和... 親子的關係... 他也要安排得很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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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呢... 總之就... 都幾... 那個故事... 總之... 很... 嗯...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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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一套... 那... 繼續追下去... 其實還有三集... 結束了... 那... 那... 沒有啊... 其實就... 怎麼說呢... 因為牧村... 那個對手... 其實都是好仁慈... 的... 即... 法國餐... 的柱... 他那個... 的... 所謂叫敬敵... 其實都是... 好仁慈... 那... 就算那個... 成功了... 我也覺得... 都值啦... 所以... 呃... 這套東西其實是... 大家雖然說是對席... 但其實是公平... 或者是叫做友誼波... 去打... 呃... 這一場的比賽啦... 所謂比賽啦... 那... 那... 其實很厲害的啦... 看到他們說... 在五十強裡面... 都排了... 第十... 和第八... 那... 就是他這個競技... 去了第八位... 那... 應該之後他們... 兩... 兩組人呢... 應該都是... 一直... 向著頭三格位置進發啦... 那... 好了... 另外第二套... 就是... 不能結婚的男人第二鬼... 那... 啊... 因為這一套呢... 怎麼說呢... 真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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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啊... 故事真是... 人... 就... 就是... 所有的角色都做得不錯啊... 那...但是... 呃... 一樣啦... 又... 咦... 有什麼的嗎... 這個叫做夏川傑... 咦... 是... 可能是之前的... 可能是頭一... 頭一季的應該... 等一等... 等我看回第二季...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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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有沒有說呢... 這個啦... 看看有沒有他會說... 對... 這個... 這樣... 其實... 好幾個角色都做得很好啊... 真的想不到連他旁邊屋的那個女生呢... 我本來看他平平... 煩煩的一個女生... 就是拉著一隻狗那樣啦... 但是都... 我覺得他做的都不錯啊... 嗯... 但是故事性... 就是沒有... 沒有毛村那一套的風匯路轉... 就是有一些... 就是... 嗯... 比賽性那一套呢... 就會... 怎麼都會有一些... 競爭性啦... 所以有些緊張刺激的... 但是這一套呢... 真的沒有... 沒有任何緊張刺激... 是很... 平平... 淡淡... 很踏實的一套劇啦... 那... 還有... 什麼呢... 嗯... 現在最近... 那一輯都是講...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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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朋友咯... 本來之前他是... 他以為他... 跟他一起做健身的一個人... 的朋友... 那... 嗯... 嗯... 原來他也是單身的... 那個叫... 叫... 什麼呢... 跟他... 對啦... 也是... 對啦... 也是單身的... 那個叫... 就是... 本來以為是他經常來中傷他的... 在網上... 但原來不是的... 那... 那... 因為就... 這套沒有什麼... 怎麼... 就是... 我覺得那個結局都是講... 他都是不會結婚的了... 所以都... 嗯... 繼續平平淡淡的... 那... 嗯... 好像... 最新的那一集呢... 也是講... 阿... 阿寶寬... 幫人家設計的咖啡店... 怎知原來... 有關... 啊... 他去過那間咖啡店... 那個... 嗯... 老闆娘... 這間的... 有關系的... 那... 那... 最終是... 當然... 最終是沒有... 沒有賣出去的... 都是自己做的... 那... 所以... 這套... 其實... 怎麼說呢... 嗯... 大家都可以去看啦... 那... 但是... 如果你說... 開車是... 是... 是悶一點的... 但是不要緊... 對啦... 那一套... 是... 很難得知作... 真的很難得... 那麼久以來拍一套... 所以... 都... 都... 捧場他的... 那... 另外... 第三套... 就是... 夏洛克... 夏洛克... 唉... 怎麼說呢... 這個故事... 去到這裡... 你說他緊張嗎... 又不是很緊張... 又不知道... 嗯... 其實我是因為騰光店才看... 但是... 騰光店... 因為... 因為是... 關於... 這個叫做... 福爾摩斯... 的內容... 那麼... 欸... 我打騰光店啦... 我想他會出一點的... 看看... 先... 會不會打錯啊... 不是這個騰... 好像是... 嘶... 欸... 唸... 唸... 唸不到... 唸... 唸不到... 唸不到... 死了... 他是... 哪個騰呢... 騰... 看看他英文... 因為... 啊... 忘記了... 真是麻煩... 啊... 看看英文... D... D... A... N... D... F... U... D... F... 聽他的歌啦... 因為他這套... 其實... 他每逢... 他的日劇... 都是他唱的... 包辦的... 那... 那...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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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哎呀... 什麼原因... 不太行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配角的問題... 就是覺得呢... 不是跟他拆得很大火花啦... 那... 嘶... 呃... 所以沒辦法... 可能會不會是真的找配角的問題... 找得不太好啊... 我覺得... 這個是... 有些我覺得是... 嗯... 所以就... 但是... 左種木... 撞... 之界這個... 左種木撞之界呢... 他是做... 嗯... 警察啦... 就是經常跟... 騰... 騰... 騰...騰... 他叫做獅子紅... 那... 那... 所以兩個人是有火花的... 這個真的是... 但是... 反而就真的是... 岩田... 是不是... 岩田江田太恩... 還有... 嗯... 最新一集呢... 有講... 原來是... 騰... 騰... 就是... 就是... 師子紅呢... 原來是有哥哥的... 而哥呢... 就是... 這個叫做... 那個叫做... 哪個飾演呢... 名字... 本來是日劇... 本來是他的名字... 我不記得... 但是就是做... 紫野人... 就是... 我記得他是做... 日劇的紫野人... 那個做的... 那個紫野人有很多系列啦... 又是...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嗯... 就是... 這套呢... 又有一些鹹鹹的... 那好啦... 那... 跟著... 就... 嗯... 嗯... 這個... 其實... 嗯... 其實... 我估計他最後一個結局... 都是沒有結局的... 就是覺得他是... 嗯... 又是有個謎這樣... 最多最後... 又好像想大家猜... 猜... 一個... 故事... 或者是... 給一個故事你們又去猜... 這樣... 或者可能部署下一... 下一... 會不會呢... 就是... 不知道... 嗯... 但其實我... 曾經是... 是做得很好的... 已經... 就是會做到... 嗯... 蜂爾摩斯那種感覺... 有沒有呢... 嗯... 都... OK的... 或者... 再有趣一點... 可能... 我自己那個... 概念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那個... 蜂爾摩斯那個... 定了那個角色呢... 就可能去了電影那裡... 電影... 的... 外國啦... 啊... Ironman 才演過... 蜂爾摩斯的... 所以... 就代了那個... 下去... 所以... 他已經是做得... 那個就更加crazy啦... 還有搞笑啦... 野笑啦... 嗯... 整個電影呢... 已經是正經版啦... 那... 都很適合看的... 那... 就是喜歡一些... 懸疑一些... 但因為他的懸疑呢... 其實就... 都不是懸疑的了... 其實都... 被人家猜到是誰是兇手... 嗯... 差了是劇情... 裡面那個... 內容... 可能... 猜到差一點點... 但其實兇手已經知道誰... 好啦... 那... 不說他那麼多啦... 那... 他歌好聽... 支持他聽他的歌... 都是... 那... 希望... 啊... 還有最近... 這個... 騰光電都拿了獎... 那... 恭喜他啦... 那... 好像... 拿了一個... 中日大使啊... 那... 那... 最近他首歌呢... 都... 就是... 有... 人文歌... 又有些國語... 又有英文這樣集在一起的... 嗯... 大家留意啦... 就是... 可以搜尋一下他首新歌的好聽的... 好啦... 那... 那... 繼續介紹呢... 就是孤獨的美食家... 孤獨的美食家... 第八季... 嘩... 這一個... 怎樣呢... 因為平日吃開東西... 就是這樣... 真的... 一邊吃飯一邊看著呢... 真的流口水... 然後... 之後他就... 他的食物比自己在吃那些... 那... 好像很餓很餓... 搞到我也... 不知道... 第... 第五集已經沒有看到... 那... 我受不了啦... 看著其他啦... 因為好像... 就是看二人吃... 自己沒得吃那種感覺... 真的很難受啦... 因為他那些真的很好... 呃... 一點點啦... 又不是說... 這個就是第一集啦... 這個... 有鹽焗雞... 這些... 這些... 這些是中國菜的... 那... 不知為何他拍到... 他真的很好吃... 那... 但其實我... 我真的... 對中菜其實都已經... 呃... 現在戒了... 戒了中菜那些... 那... 就是... 知道很油膩... 那... 那... 什麼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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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好吃... 那... 那... 但是... 知道第八集呢... 開始是... 原來他們有去鳥取取景啦... 那... 我... 我看了一點點開頭啦... 去逛沙丘喔... 那... 那... 剛好呢... 我在十... 月... 尾... 去鳥取啦... 那... 去完鳥取之後... 如果看這個呢... 就覺得很有親切感啦... 那... 第八集開始... 但我現在第五集都還沒看... 五、六、七、八... 就是都還要有幾集才能去鳥取... 那... 那... 其實這個是一個... 欸... 每季啊... 其實都有... 阿井之頭呢... 都有去其他的地方... 嗯... 去... 拍關於美食... 就是除了在日本呢... 他也有其他海岸偏的喔... 我記得上一季... 不要記錯啦... 他就去... 韓國的... 吃韓國餐的... 因為韓國餐我又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就... 沒什麼特別啊... 就是... 經常知道他去... 出旅程去了韓國這樣... 那... 那... 今次呢... 都想不到他去鳥取又這麼邪... 我剛剛去完喔... 那... 看看可不可以參考一下... 下次有機會去鳥取的話... 會... 看襯那些... 餐廳啦... 那... 總之就... 阿正之前介紹過呢... 那些餐廳都很大熱的... 就是... 都會... 那些人特地去找那間餐廳... 吃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的... 但是... 就是... 好吃的那些呢... 就是聽他們說我拍的時候呢... 都已經... 呃... 做好多搜集資料啦... 真的... 親身去當地吃過是好吃的... 才去拍的... 就是如果不好吃的... 就真的... 不... 不推介的... 好了... 那... 那... 一說起這一點呢... 我就... 推介回了... 原來我上一季沒有看過... 深夜食堂的第五季啊... 叫做東京故事... 我這套... 我也是再... 滾滾滾滾... 原來上一季... 有深夜食堂... 但我沒有看過... 但是... 一套呢... 又是講美食啦... 之餘又講一些故事... 夾下去的... 那... 那個故事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又是... 不要晚上看啦... 這套真的... 又餓著那套... 真的... 不行啦... 為什麼... 關於美食的日劇呢... 真的... 其實... 怎麼說呢... 收視是有差不多的... 即是... 大家都... 現在是向著這個美食... 以及關於故事的方向去思考劇情啦... 那...好吧... 那... 這個我會再看回啦... 看看會不會... 嗯... 因為... 深夜食堂呢... 這一套呢... 其實是電影版啦... 我也有專門去... 啊... 即是... 去戲院看... 是真的不錯的... 不差的... 而且都感人的... 嗯... 想不到它可以做到這麼多一集... 即是... 意想不到... 好啦... 那... 另外... 唉...太多了... 真的想介紹... 那...另外這個叫做... 有一套啦... 叫... 大叔的愛啦... In the sky啊... 這個呢... 不可以不說啦... 怎麼說... 為什麼呢... 這個... 太...什麼啦... 這裡啦... 看看啦... 講一下啦... 呃... 就是沖田田和黑澤機長啦... 那... 這個黑澤機長有時候真的做得很個人的... 感覺上呢... 是... 機長呢... 做得... 是... 感覺是自然一點的... 那... 因為自己的女兒都喜歡阿沖田田... 所以呢... 就... 嗯... 就放棄了啦... 喜歡沖田田啦... 但怎麼知道... 之後又知道... 阿沖田田又飛了自己的女兒... 那... 原來身邊還有好幾個呢... 跟阿沖田田有關係的... 那... 再者再看下去啦... 那... 那... 有一個是... 維修... 的... 經常跟阿沖田田很親密... 維修那個... 那個... 男同事啦... 原來都... 跟他呀... 等一下... 這個就是... 說喜歡阿沖田田... 即是... 黑澤哥的女兒... 這個啦... 他就是維修... 飛機的... 那... 跟阿沖田田可能認識了一段時間啦... 他又喜歡阿沖田田... 但最新有一集呢... 就是... 原來他已經有個小孩子的... 以及... 跟太太之前也離了婚... 那... 那... 太太... 離開日本... 可能要... 去另一個國家生活啦... 帶了兒子走啦... 那我們就... 再次... 相見啦... 即... 再... 交代回... 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 那小孩子原來... 那麼久以來... 沒有什麼樣見過自己爸爸... 即是... 見過他的... 那... 藉著這一次呢... 都... 大家... 最後一次見面... 即是... 兒子... 原來都很喜歡飛機的... 那... 有來這個飛機... 他們有些活動的... 給小孩子來參觀... 飛機倉啦... 或者是一些... 講解... 關於... 飛機這個行業的... 活動啦... 那小孩子呢... 就... 知道... 自己的爸爸是做維修的... 等等... 那... 都很觸碰啦... 這一集... 那... 就... 另外... 千葉大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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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就... 給蔥田田表白喔... 那蔥田田... 回到中間... 千葉大紅... 紅大... 對不起... 千葉紅大喔... 那... 就醉了它... 然後又怎樣呢... 那... 下集再... 介紹啦... 好啦... 那... 介紹這麼多先啦... 其實還有一套... 喔... 我唯有另外一集去再講啦... 太長啦... 感謝... 喜歡影片的朋友請贊贊和訂閱謝謝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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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好多次... 沒有啦... 還是... 感谢观看